缺乏维生素B12,身体或会出现四大症状,这三类人群应注意补充,阿林左手攥着一袋清澈的蓝莓,右手揉搓住太阳穴,她的眼底渐渐泛起雾气,视线开始模糊,太阳穴的轻微波动,这不是阿林第一次感到头晕目眩了,开始的时候她以为只是工作累了, 但逐渐地,她发现自己连最爱的电子游戏角色跳跃的规律都难以捕捉,那些喜闻乐见的糖果色快,不再能给她带来愉悦,她在网上查过,可能是各种原因,于是她告诫自己要养生,于是有了这一代蓝莓,但谁能告诉她,这些鲜艳的果实是否真能治愈她日益增长的不是感呢? 一,维生素B12与身体健康,提起维生素B12,你可能会想,那不就得吃吃药丸,或者多吃点动物肝脏,海鲜嘛,哪有什么大不了的,但你知道吗? 维生素B12关乎着你全身上下每个细胞的命运,尤其是那些负责你血液和神经系统的细胞, 要知道,当这位小小的化合物不请自来,可是会直接关系到一个人是否会患恶性贫血,这个听着都让人胆战心惊的病, 一旦你身体里的维生素B12像逃兵一样消失殆尽,你的红细胞就会变得像气球一样不正常的膨胀起来, 它们无法正常战斗,你的身体就会陷入贫血的泥沼,别看这维生素B12平常不起眼, 它还能在你脑子里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,怎么说呢? 它能保证你大脑里遨游的神经细胞,都能拿到养精蓄锐所需的氧气, 它像个忠诚的门妹,守护着我们的头脑清晰与情绪愉悦, 别小看它,没了它,说不定你就会被那些披着忧郁外衣的心魔抓住把柄, 搞得天天愁眉苦脸,生活滋味全无。 二,维生素B12缺乏的身体症状, 那些认为自己记性差只是因为懒得记的朋友们, 你们有没有想过,这可能是你的维生素B12在向你发出SOS信号? 没错,缺乏维生素B12可能让你的记忆力和认知功能大打折扣, 严重了还得没完没了地导通出痴呆, 说白了,就是你变得连最熟悉的路都找不住北, 再讲讲视力下降,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, 眼前的风景越来越模糊,书本上的字越看越小, 甚至小到非文正的小飞虫飞进了你的视网膜, 原因呢?也许你猜到了和维生素B12朵猫猫有关, 最后来点颜色看看,有些人身上可能会莫名其妙多了点风采, 色素审注,这可不是晒黑了这么简单, 而是维生素B12缺失在搞鬼, 背后的原理复杂得很,就是你的身体在向你提醒, 哎呀,我这维生素B12不够了, 三,需要注意补充维生素B12的人群, 在人群中,有些特定的群体对维生素B12的需求更为迫切, 他们的身体状况使得这种营养素的缺乏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, 首先,素食者尤其是严格的纯素食者, 他们的饮食中往往不包含动物原性食品, 而动物原性食品是维生素B12的主要来源, 这就意味着,如果不通过其他方式补充, 他们很容易出现维生素B12的缺乏症状, 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, 维生素B12不足可能引起的血液和神经系统问题尤其值得关注, 另外,随住年龄的增长, 人体对营养素的吸收能力会下降, 老年人因胃酸分泌减少, 导致维生素B12从食物中释放并被身体吸收的能力降低, 这使得他们成为另一类需要特别补充维生素B12的人群, 与此同时,一些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, 如慢性萎缩性胃炎, 胃部手术后的患者, 克罗恩病和腹泻患者等, 他们的胃肠道吸收功能受损, 也会影响维生素B12的吸收, 再者,恶性贫血患者由于缺乏内因子, 这是一种帮助维生素B12吸收的蛋白质, 导致他们无法从食物中有效吸收维生素B12, 这种状况需要通过医学干预, 比如注射维生素B12来纠正缺乏症, 四,维生素B12的补充方式, 维生素B12的补充并不是简单的多吃点, 含B12的食物就能解决的问题, 对于普通人来说, 平衡饮食是关键, 富含维生素B12的食物主要包括肉类, 鱼类,奶制品和蛋类, 但对于那些因为饮食习惯或生理条件, 无法从这些食物中获得足够维生素B12的人来说, 就需要其他的补充方式, 补充剂是一种常见的补充方式, 包括口服片剂、液体和注射剂, 对于吸收能力差的人群, 如老年人和某些未肠道疾病患者, 注射可能是更有效的补充方式, 此外, 对于素食者, 可以选择经过强化的植物性食品, 如强化的非乳制品奶或谷物产品, 或者直接服用维生素B12补充剂, 在选择补充剂时, 应该注意产品的质量和含量, 以及是否有必要的质量认证, 而且, 补充维生素B12并不是越多越好, 过量摄入维生素B12可能会导致某些副作用, 如不是皮疹等, 因此在补充前最好咨询专业医生的意见, 在补充维生素B12的同时, 还应注意整体的营养均衡, 因为维生素B12的吸收和利用与其他营养素, 乳液酸和维生素B6有着密切的关系, 这些营养素在食物中往往是共存的, 合理搭配可以提高维生素B12的吸收效率,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 维生素B12虽然只是众多营养素中的一种, 但它的重要性不容忽视, 不论是哪个年龄段, 哪种生活方式, 保持维生素B12的适当水平都是维护健康的关键, 在决定补充维生素B12之前, 最理想的方式是进行血液检测, 以确定是否真的存在缺乏, 并在医疗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适当的补充, 这种个体化的健康管理策略, 将使我们能够更精准地满足身体的需求, 避免盲目补充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。 感谢观看,